同样的失忆英雄还有美国选手马修·埃蒙斯 在男子十米气步枪的资格赛当中 他因为排名第35位无缘决赛 不过值得钦佩的是 第三次征战奥运的他已经身患绝症两年 八年前的雅典奥运会 埃蒙斯鬼使神差地打错了把痛失金牌 在赛后到酒吧借酒交仇的他 结识了杰克美女当届奥运射击冠军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的安慰让埃蒙斯走出了阴影 最后两人喜结良缘 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 埃蒙斯再次在最后一枪失误 将金牌拱手让给中国选手 又是妻子给了他深情的拥抱 消解了他的沮丧 而两年前刚刚做了父亲的埃蒙斯 突然得知自己罹患假状腺癌 使妻子卡特琳娜和女儿 帮助他战胜了疾病 恢复了信心 如今埃蒙斯再次顽强地 站到了奥运赛场上 与妻子携手征战奥运 对于这对奥运抗力来说 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就已经足够 作为家庭 我们有五个奥运 这就是很棒 如果我们能够多 那也会很棒 我希望我们能够多 但我认为我们都很高兴 如果我们就比较好 我认为我们能够多